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因此可以通过今世具体表现 推知前世出于何处 来世又去何方 因果和轮回是最基础的佛教教义了 也是普遍的自然规律 与每个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 著名作家司马忠元 前世自杀后下地狱的真实悲惨经历 大作家的前世悲惨经历 从小我的记忆力很好 一二岁时呢 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例如睡在摇篮里 看见母亲帮气喘病的父亲打针 自己如何被鹅群赶着雪走路的样子 依稀都还记得 有时脑中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 像是青楼女子的相貌 地狱受苦的情景 我告诉父母 父母总以为我是小孩子胡思乱想 爱讲话 六岁那年啊 赌信一贯道的外婆带我到神坛 让我参加一种开天眼的仪式 煞幼中止写肾酒 写符咒烧话 从此 上辈子纵横交错 无法连贯的记忆终于串联起来了 成为历历清晰的前世影像 我的前生是一位女众 身着凤仙妆 喜欢听歌仔戏 但不知是属于哪一个年代 因从小家境不好 只好到一户有闲人家里当厨娘 因颇具姿色 竟被又老又丑的老爷强暴了 后来就到青楼卖校 青楼的老板夫妇及身边的丫鬟 对我非常好 当时我很年轻 利用美色骗了很多人 也被很多人骗过 最后被一个小白脸骗得床头精进 人才两失 心中生起了很强烈的称心和痛苦 终于难以忍受这种苦 最后心有未干地 在自己的房间投还自尽 之后呢 我所看到的片段景象是 我走在一个偌大的灰蒙蒙的街道上 男女老少到处都是 但各个面无表情 只感觉有一股犀利 直往人群走去 走了一阵子 来到岔路口 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凝重不悦 却又各自走上 仿佛早就安排好的那一条路 我和一群人一起走到一个又湿又冷 架有独木桥的山谷边 恶臭急血腥味 阵阵扑鼻 哀嚎遍野 很多人从灰暗且湿滑的桥面摔了下去 我不想走 却不由自主地踩了上去 走不远急滑落 掉入山谷 那是一条极为宽广的深谷 没有边 也没有芽 谷里面充满了五颜六色 大大小小 带有利刺的蛇 那些蛇多到无法计算 随后我发觉 谷中有很多人 却看不到他们的头 因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迅速地沉没在蛇群里 那些蛇不断攻击我 如泥鳅穿豆腐般 不停地在我体内穿梭 钻骨穿筋 血流不止 我的身体犹如被炸弹 轰开来一样 觉得非常非常地痛苦 稍后皮肉马上又复合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如此无边的巨苦 此时我才知道 原来自己已经死了 这里就是地狱 我一心只想离开山谷 即被蛇群攻击的痛苦 隐约中我听到很多人 在痛苦的哀嚎 声音非常地微弱 好不容易 很用力地 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山谷 到达了崖边 但是到达崖边 并没有因此 而结束地狱道的苦 爬离山谷后 我赫然看见一尊神像 比一般人高大 灼黑灰色道袍 相貌极为庄严 不似世间的神底 他未曾开口 却以心灵感应交谈的方式 无任何语言 性别及时间的概念 他让我知道 我不信神佛 不尊重父母 撒谎 欺骗 从事轻楼卖笑 不道德的职业 并利用美色 骗害某位男子致死 因此也被人骗得 种种错误 所以才会来到 这个地方受苦 同时他也指出 我接受处罚完后 一定要修行 这时候 我仍然没有任何反悔的心 只觉得自己没有错 别人也是如此骗我 置我于死地 让我受尽寒恨上吊 及被蛇誓咬的痛苦 心中仍然充满怨恨 渐渐地 神底消失了 神底离开之后 我被皮肤蜡黄 似老病的鬼差 赶着登上一座高山 路面颠簸崎岖 半岛时 方见各式各样 像钻子 刀子 锥子等尖锐的器具 突然从地面冒出来 大大小小 不一而足 不管我走到哪里 只要一跌倒 这些力气瞬间向剑针 由下往上 直直地将全身戳裂刺穿 顿时血崩肉裂 血流不止 肉体随即又复合 极大的痛苦也不断地产生 前扑后继 未曾停歇 这些和广论所说的 力道道没什么两样 我感觉我在里边 待了很久很久 到现在回想起来 仍然会觉得这些苦 一直一直不断地 在我身上重现 越过高山后 我一个人被推进 很大的石墨里 找不到空隙躲藏 又怕被碾压 只好不停地 在石墨里面跑 肌肤一寸一寸地 被消磨带尽后又复原 只听到鬼哭声 揪揪不已 接下来又被反绑在 烧热的赤铜柱上 胶味四溢 皮肉模糊 至每一寸肌肤 削烂方净 接着又被绑在 大铜柱上 毁拆以尖钩状的 利刃拔出舌根 直到舌根拉断为止 随后我又被丢进热油锅 我的身体像炸猪皮似的 不断地膨胀 好像是一颗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 当炸开时 那种痛苦 不但疾苦 而且瞬间身体又回复了 只要头一出锅面 即被鬼拆用棒子 压回油锅继续炸 就这样不断地 重复那种极端的痛苦 从油锅出来以后 我与一群人一起搓泥丸 像在坐牢坐 有人因土太干 搓不成形 有的大 有的小 形状数量各个不一 完成后丢入各自的葫芦瓶里 因为曾进食 每个人又累又饿 走到像赈灾区的地方 浇出葫芦瓶后 获得一碗又香又热的白色浓汤 或许是素生某种的因缘 此时 我觉得是有蹊跷 而未实用 随即我被引至某执法者前 此人浓眉大眼 不怒而微 他同样以心灵交谈方式告诉我 将要去受轮回并投胎为女生 并嘱咐我千万不要再欺骗人 要多做善事 多修行 与弊 心不平地向执法者申诉一大堆所受的苦 我要当男生 好报复及不甘愿当女生的理由 此人很诧异 为何我还记得这些事 最后仍然叫我去排队 同时发给美人一张有颜色的号码牌 我发到的是红牌子 拿到牌子后 各自到所属的色牌门前排队等候投胎 此时呢 我听到旁边的差异正在交谈 红色是女生 蓝色是男生 绿色是鸭子 紫色 代表各种不同的生物或动物 我不愿当女生 所以趁隔壁队伍有人不注意 抢走对方的蓝牌 把红牌丢给他 鬼差追赶过来 我飞快地跑到蓝色的门跳下去 惊魂否定 我走进有很多房子的地区 当时是黑夜 有的房子门口有点灯 有的没有 我拿着像是密码的号码牌 对好门号走来进去 投胎成金氏的男众 在金氏念砖科时 交往的第一任女友 即是前世让我投还自尽的小白脸 初见面 两人即感觉非常熟练 仿佛已认识很久 渐渐地 前世彼此的影像愈来愈清晰 最后因为父母亲反对 且自己亦不愿再续前缘而分手 我却没有存报复之心 前世青楼的老板夫妇 即是金生的父母 而被我诱骗害死的男子 就是我金生的妻子 初识时 感觉很熟悉但不投缘 因为前世就不爱她 至今内心对她 异常无由来的生艳恶心 所以她总是怀着怨气对待我 并对我家人非常疏离 两人常常用冷战相互折磨着 虽然我赚了很多财富给她 但她从没满足过 前世有位常帮我打抱不平的男子 是我今生很要好的朋友 学广论之后 我了知这一切无非是夜因果所致 我检视自己啊 之所以感得这种果报 全是由于贪着金钱及直取情爱 其实在这辈子 仍然常常会陷起这样的习性 这一生啊 只要有钱赚 我会不计任何手段去获得 正因为直取心强 虽然赚了很多钱 心里依然不满足 且苦不堪言 与第一任的女友随意分手 并各自婚嫁 至今内心还是无法忘怀 仍深爱着她 由于是上吊死的 所以我不敢穿有领子的衣服 很怕那种喉咙的苦重新再现 又因为当过厨娘 所以我的厨艺及女工也不错 曾受热油锅煎炸之苦 所以特别怕热不怕冷 这辈子只要看到转动的石墨 会心生恐惧并起击毙疙瘩 前世的一些习性一直都没有消失 回顾这段痛苦的记忆时啊 我从仅出现过一次的神底 及执法者的指示中获得了一些指引 我明白做人一定要讲信用 不要骗人 不要肆意去伤害别人 做违背良心的事 我也了解到 人是无法做主的 一切由夜来决定 所以不要有称恨心 害我的人也不是故意要来害我 透过这些视线呢 我只希望能忏悔以往的过错 请师长及诸佛菩萨的庇佑 让我能消除罪业 除了谨记这个教训 不要再重地狱阴外 并希望让后人能引以为鉴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賤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